基本上就是把那個加總再加上一幅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算出什麼,算出開發部的獎金 這兩個,這個是銷售部,一個,兩個,三個,要把它加起來 那開發部的話呢,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加總的話,當然你不可能突發鏈鋼去拆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查入函數裡面可以用一個函數叫sumif 可以在數學三角函數裡面找到sum的群組裡面sumif,按確定 那第一個特別注意,它的range 它這個地方底下有個說明,不過特別注意好了,這個說明有點問題 所要加總的範圍是錯誤,應該是錯誤的 它不是所要加總,是所要什麼,應該算是所要判斷條件的範圍 指的是什麼?指的是哪個部門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把range,不是加總,加總是獎金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斷的範圍 這個範圍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你的條件是銷售部,或者你打一個銷售部都可以 ok,我要找銷售部的,然後要加總的範圍才在這裡 加總的範圍,所以條件先選,判斷的條件 然後再來ok按確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4500,那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把這公式稍微複製一下 放下面,那裡面的話就插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條件 改成開發部 這個條件改開發部的話 那這樣就完成了,這邊的話把這個條件 改成開發部,或者自己打上開發部按確定 就可以把這個最後的結果算出來 那也就是說,sumif凡數呢 基本上就是sum跟if 來做的 基本上各位可以,如果沒有sumif凡數,但你可以sum 外面再包if,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說會相當的麻煩 sumif凡數只是幫你簡化 提供給你要判斷的範圍 你要判斷的條件 再最後要加總的範圍 他的說明有點錯誤 常常會混淆 所以有很多同學 Range要加總的就選到 結果就做出來,結果就不對 再來VBA部分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前面也講過 邏輯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按一個VBA按下去 假如說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的話 那這部分各位來想想 第一個當然 一樣回圈範圍 所以是三到七列 第二個是怎麼樣 你要判斷 那判斷什麼東西呢 判斷的是這個 B欄 對不對 然後呢 輸出要加總的部分 是C欄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會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 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如果當他等於 B的話 等於 銷售部的話 那就是 他把後面的獎金加起來 反之的話 銷售部是加 所以會有兩個 變數 那我們寫法的話 最後按下去 當然可以把它加總 那寫的方法的話 我們來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面 這邊 第一個的話 我的判斷 第一個回圈範圍 都一樣 有沒有 就是 I等於 3到7 這個應該不會變的 這個是回圈範圍 4NAS 這部分固定 再來的話 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基本上 我是利用什麼 利用B欄去做判斷 那有兩個 因為這一題只有兩個條件 所以比較單純 如果 那判斷的欄是在哪裡呢 欄在B欄 所以寫法的話就是 Sales 有沒有 這邊改成B 如果等於什麼 銷售部的話 Zen Zen什麼呢 我會建一個 這個是 我自己建的一個 變數名稱 叫做Sum A Sum A指的是銷售部的 加種 Sum B的話呢 是什麼 開發部的加種 所以呢 如果 因為兩個條件嘛 不是銷售部 那就一定是開發部 如果那你有第3種的話 你還可以在什麼 Else if 所以如果你有多重判斷的話 在Else之上 可以再加一個Else if 這個後面應該還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多重判斷的部分 那這個是兩個判斷 就是銷售部 把銷售部 本來預設只是0 對不對 0 加上 C 因為我要加的是 獎金的部分 所以把 C的部分 比如說1800 加進來 Sum A就變1800 再下一次1500 就再加 3300 對 再下一次的話 開發部 換Sum B Sum B預設是0 他現在有1000了 所以加過來1000 那開發部再加過來4500了 然後再開發部再加過來2500 最後怎麼輸出呢 輸出到 18 是什麼 18的儲存格 我是放在這邊 18的儲存格 有沒有 18 那怎麼表示 某個儲存格的位置 其實最簡單就是 不要用Sales 因為前面有同學 一直問說 Sales 為什麼有Sales又有Range 基本上我的理解 如果你在回圈裡面 因為Sales 他的他要的資料是一個什麼 一個列 是數字 後面這個呢 也可以是數字 但是因為我們 我為了比較 比較好理解 我把它改成 文 改成那個哪一欄 當然你可以 寫成多少 寫成二欄 也可以的 因為Sales 比較適合放什麼 跟回圈 放在一起 因為他可以 跑那個 裡面的數字 變動的數字 但是Range 因為他是裡面是放什麼 放一個指定的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部分跟我們的理解比較接近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指向某一個儲存格 我用Range 指向過去就好了 不需要再 還要想Sales Sales 你要想說 18 應該是 Sales 8 豆點 ABC D E5 所以如果你要寫 你如果要把這個取代成Sales 對不對 可以啊 就是打一個什麼 Sales 然後先給他一個8 豆點 5 刮虎對不對 可以啊 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呢 好不好理解 他比較不好理解 所以 這個地方為什麼用Range 主要原因是 比較好指向 然後就輸出到18 跟19 19的話是這個儲存格 那將來我只要怎麼 儲存這個地方按下按鈕的話 結果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VBA 假設 你們這個動作 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你不如就做一個按鈕 按下去 結果就出來了 類似有這樣的 這個上函數的用法 這個上函數的用法 再來底下的話 有個sumif sumif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 銷售的人員 也就是條件是什麼 如果要大於 5萬的話 各 100 5萬 然後有多少人 那一樣的方法的話 我們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 這個 三角函數裡面的 sumif 函數 這邊sumif 按確定 那條件 特別重要 Range 這個是指的是 你要查的條件 是銷售量 那 條件除了說可以 給他一個 置串之外 你也可以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 大於5萬 給他一個條件 然後再來的話 加總是這個範圍 所以你觀念清楚的話 按確定之後 答案就出來 那VBA當然也是一樣 VBA回軒範圍 對不對 然後再一個邏輯判 邏輯判斷是 按照B欄的去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是 大於5萬 對不對 然後如果 True的話 那就把C欄的資料加出來 對 寫完之後的話 怎麼 這邊我已經寫好一個 在 應該是在 這個是 銷售 這個 這個沒寫 這個自己在在寫 銷售獎金吧 17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自己再改一下 因為基本上 這個部分不會太困難 就也是 把剛剛 其實可以把剛剛的 這個 這個 獎金的部分 把它做個修改 只要 把這個 比如說獎金這個是 銷售 我把它改成叫獎金2 我以雲端上面有寫 那範圍的話你可以改 其實 15到 19 有沒有 那條件的話 也是這邊把它改成 這個地方改成 大於5萬 把上面 把上面 那不會有 因為只有一個條件 一種 然後 這個地方也是用 Sum A好了 Sum A的話 如果這個地方把 C欄的加起來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1 20 這邊的話呢 把這邊改成 1 20 這樣基本上就OK了 做完之後 你當然 不要急著按 按執行 因為 一次就做對的可能性太低了 我建議各位按F8 可以跑跑看 先確定一下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5萬多 有沒有大 有大於 加起來 所以它裡面的值有沒有 是10 把它加起來 向下 F8一直往下 然後又 有超過 所以又再加8 18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最後再把按一個執行 26 不會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做的 只是做什麼 把上面的 複製下來貼 其實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邏輯 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以以後你在別的地方 也可以 把它當一個範本來處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試看 再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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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